故事 我习惯了知道吗 伟哥 他是你几夫吗 我为你 那你一直在那叫几夫几夫 一口一个几夫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因为我之前叫习惯了 我忍不住就这样子叫 才好叫 所以我才这么叫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 是不是你叫来的 不是 这叔叔阿姨妹都说你叫来的 不是我叫来的 你去问我阿姨姐就行了 这就是去去去 你去问我阿姨姐 你就知道了 哎呀这烦得很 你们说对不对吗 叔叔阿姨姐妹 那来买受药可以 大晚上的这受什么药啊 这这这对不对 这白天也可以说啊 这大晚上的受什么药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 这这个人怎么一口一个几夫 对吧 没有 我那是因为叫习惯了 哎呦给你就不要学习了啊 你不要碰我 我给你唱一首歌啊 不要唱了 不要唱了 感谢点赞 叔叔阿姨姐妹 感谢点赞 来叔叔阿姨姐妹 现在直播就四千个人了 你们帮我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是到底这怎么回事呢 这 阿姨哥你就不要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他会过来 你看嘛 你问一下我阿姨姐妹 是不是那天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阿姨姐夫的爸爸 我遇到了 我阿姨的爸爸 我遇到了 我知道你那天这样说了 再几夫再几夫 我扔了 我照你啊 我错了 我知道了 他是你几夫吗 不是 那你怎么一口一个几夫几夫的 照着我这里还要叫几夫 上开上开 起开 没事没事 你们看 你看阿姨姐 我们两个是不是 说说了 你手是干嘛的 我们两个是不是 郎才女帽 你别烦我 你刚刚坐在这里 还叫几夫 阿姨 没有 我这样习惯了 阿伟哥 我以后改 别推我 那个 到底怎么回事呀 这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会过来 而且刚安安川 他 他是他爸爸让他送药的 我觉得应该是吧 因为 你也知道的 我那个叔叔他非常关系我的 他爸爸妈妈从小就我们 我在 我还在他们家待过的吗 所以他们对我就对小孩一样的 他肯定是那天 听到阿姨母给他说 我感冒了吗 肯定是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在家里肯定没有人关系 所以肯定让阿传哥送药过来的 应该不是阿传哥他自己想来的 我看得出来刚刚阿传哥 他就把他又收到了 他不是又走了吗 你就不要生气了 不是我 我不是 你也刚刚你也看到了 但阿传他也没说什么 就送的药 他就说话也就直接就说了 就走了 把你格局打开 马尾哥 不要这么那种 我不是生气 也不是 哪怕你格局只有这么一点点吗 不要说话 我不是生气 也不是说 我不是生气 也不是说 想多 知道吧 那主要是这 你看你们两个 四期收好都几个月了 都好久都没有接过了 今天突然出现在你们家 我觉得他 他肯定是带着目标 他有想法来的 而不是说 收点要这么简单的 真的 他说是他爸爸让他送来的 这没有这么简单的 而且虽然我们二串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但他爸爸和我爸爸 他们还是亲戚来的 对呀 我们是亲戚 我们是青梅竹马出生 我姐姐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得来 你就不要提青梅竹马的事了 就提我 我爸和他爸爸 但是我 我没说什么呀 我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嘴巴 一起长到我们 我们两家是亲戚呀 今天的药不是阿川他来送来的 是他爸爸让他送来的 是那个叔叔让他送来的 但是叔叔和我爸 他们是很好的关系来的吗 真的我觉得他 那人家改了很多呀 对不对 现在没有说阿川呀 你干嘛老 那现在不就是 我说的是药的问题 肯定是叔叔让他送来的 所以他肯定是不能不做 他替他爸爸送来的 还是阿川送来的都一样啊 他们两个是父亲 对不对 好了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二哥你格局那么大 你就拼拼理 你说呢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我头都大了 我 你你你我那边招一点吧 我我热得很 不要急我 我这个招一点 再再过去一点 再过去 不要急我 好吧 谢谢点赞 谢谢谢谢 说刷一个姐妹 你们帮我参考一下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是 对 刚刚一幕叫姐夫 这是很不对 他阿川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习惯了知道吧 阿川姐夫 叫阿川姐夫习惯了 你这么喜欢叫阿川姐夫是吧 没有啊 那你去跟他过去吧 你 没有 我是说我叫习惯了的意思 哪有这样子的吗 对吧 我的意思是我叫阿川姐夫 这四个字叫习惯了的意思 这事情都已经说好了 都半年了 都都都好几个月了 都 他现在一直 就看到 就一直叫阿川姐夫 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这压根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对不对 是不是 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这么喜欢的 你去跟他过呗 对不对 啊 你是在吃醋了 你是在吃我的醋 原来是这样子的 不是吃不吃醋的味道 知道吧 你这个 这叫你冒 知道吧 什么 那是菜个姐妹 对不对 我是警察家 阿川姐夫 所以我 阿川姐夫 所以 我 叫那个 那个啥了 知道吧 阿川姐夫 说说阿哥姐妹 咱们把账账点下来 来把阿伟 跟阿伟账账点下 然后把我思考一下 直播就四千多个人 你们给我思考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 这阿子哥 阿伯 不是 阿子哥 阿川 那世纪说好了 已经都三四个月了 然后呢 今天突然出现在 这个阿子墨家 然后他说 他是给阿子墨 送药来的 听说阿子墨感冒了 对吧 是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 我个人觉得 没有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知道吧 不是说我吃醋 知道吧 这有什么好吃醋 他就是吃我的醋 因为我 叫阿子姐夫 叫的那么亲密 所以他在吃我的醋 你不要说话吧 我不是吃醋 你不要靠我这么近 你要骑我一下吗 我的天哪 也不是不行的 谢谢点赞 谢谢摔个姐妹 谢谢点赞 谢谢 还没有给阿子 点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啊 你靠我这么近干什么 你想欺我一口吗 哦 你看来来来来 哈哈哈 啊 哈哈 他自己 他自己就是想让我亲的一个 知道吗 所以他是这么说的 我明明我们两个梗那么远 对不对 我真的无语了 真的 然后说是他爸爸让他来收药 提出阿子们感冒了 给阿子们收药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肯定是有想法 肯定是有目标 你就 然后那直播间四千多个人 咱们把我参考一下 好吧 而且参考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因为什么来的 我现在我头是墨逼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他 他要有什么那种 要有什么目的的话 这不挺好的吗 对不对 来 里面这屏幕上评论一下 评论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评论一下 把我参考一下 这 是帅姨们 你们觉得今天这个送药的 应该是阿川哥他自己送来的 还是是他爸爸让他送来的呢 你说一下 肯定是他自己了 他爸爸跟他说 他爸爸跟他说感冒了 然后他就自己送 你坐那边去吧 你坐你姐姐那边去吧 你没事啊 我想挨着我想挨着 我想挨着 阿伟哥坐 你离我远一点 你就过来一点 我们两个 你不要拉我 你看狼才女貌 哎呀 无法又心 无法又自信 阿子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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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说什么 你居然说 烦死了 你玩你的 不不不 你还学我 哦 哦呦 脾气还挺大的 啊 脾气大的 你少说点句嘛 少说点句好不好 少说点句 那那那你一个人说吧 我走了 阿伟哥 你就坐下吧 我不想爱你 靠 你看 哈哈哈 我不想靠 靠你太近 知道吧 是啥一个 谢谢点赞 谢谢谢谢 给你们解 阿伟哥 我们两个才是最配的 知道不是 是啥一个 行吗 你不要这样说了 可以吗 我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呀 对不对 你管得着 你干嘛 想怎么说怎么说 你不知道 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话不能说 你管得着吗 我的嘴在我身上 哪不是 你要把我的嘴巴 你能不能抖湿一点 你已经那么大了 我怎么了 对不对 你就不要自己 你吵我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吗 我哪里了吗 我哪里怎么样了吗 我惹你了吗 你没惹我 但是你不应该 不应该说的话 那我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 你我没人 你话你说个道啊 说在这里 你这样子老是烦 阿伟哥 阿伟哥都已经烦死了 你还一直这样烦呢 阿伟哥有烦吗 阿伟哥都笑嘻嘻的 你没看到吗 只有你在这里 阿伟哥笑嘻嘻的 但是他 他不笑嘻嘻 难道他哭吗 他已经很烦了 你就不要这样子的 只有我笑你啊 只有你 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会哭 真的是傻子一样 谁让你啊 谁让你 干嘛 来干 这 感谢 来帅哥姐妹 直播就直播 打一包就能量 那边 真的 哎呀 可不可以 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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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了